有一個藥物叫做尿壁靜 P-H-E-N-A-J-O-P-Y-R-I-D-I-N-E 因為這個是因為膀胱乏染病人喊痛的時候在開的藥 那很多病人在膀胱喊痛 那喊痛會引起子宮縮縮 那如果我說在住的時候 我就開這個尿壁靜讓他吃 減少他的痛 那會不會因此增加乏染率 你想應該會 但是你想的跟實際的也要去統計 醫學就是科學 科學就是看數據說話 結果答案跟你想的剛好顛倒 就有85個四管嬰兒裡面他分成兩組 有一組是有服用 200毫克的這個藥物 有的另外一個也是吃藥 也是同樣顏色紫色的 但是它就是暗胃劑 它就是肯胃藥 那他們去打分數就是有吃藥物的 是3.03分 就是痛的分數 那沒有吃藥它是2.9 沒有吃藥反而更不痛 所以它這裡沒有統計成功力 它只有用那個疼痛分數 結果不吃藥的反而比吃藥的更痛 3.03分跟2.95分 感覺大不像,墨牛牛腹 在這裡可以拷放 成功 有